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拍片 今天有去磁磚城買磁磚 因為我夾層的洗手間 我要改一改 買磁磚去砌 上次那裏 顯衝磁磚城 買磁磚的尺寸 要貼磁磚的尺寸 不是全部一樣的尺寸 我一點是熱了 很熱 每天都有數客追我 快點開店 很頸渴 因為小朋友還沒開店 低年級要月底 18毫才開店 所以我又想 等小朋友開店 開店 那時都裝修在七十八八 差不多焦點 但是又要辦正 又要執照 食品證 那些 如果 沒有證去開店 我呢 會被人抓 發錢的 很嚴重的 所以我就不要急 全部證件搞定 再去開店 現在去買磁磚 好害怕 買完磁磚 這條管稅路 東莞直接去到廣州 新唐 這條管稅路 東莞直接去到廣州 新唐 這條路呢 直接去廣州就沒去過 因為廣州 因為廣州都是行高速多 新唐 每個 那個叫牛仔城 專門做牛仔褲 就是這裏一直下 所以去到的 去配些磁磚 磁磚 磁磚就買了 買了三塊 45元 現在去切 現在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安全意識沒有那麼強 因為呢 因為中國內地 新增病例 就不太多 就是看官方數據 就 不是很嚴重 所以很多人 現在都不戴口罩 一半一半 如果你出去買東西 很多店裡的老闆都不戴 我認為呢 只要那個疫苗 都不戴口罩 都是代表很危險的 這樣不戴口罩 就有很大的風險 沒錯了 又來拿個方圓磁磚 切 處理廠 切磁磚的處理廠 好 現在上班了 兩點多 這條江 過來釣魚的話 這條江 切完了 還會漏水出來的 讓我漏水 讓我漏水 好重啊 我上次切了一塊 就15元 因為只有一個尺寸 這次切三塊 就要40元 因為呢 有五個尺寸 五個尺寸 它還要調五次機器 所以就貴了一點 這個隧道 現在疫情也沒有那麼嚴重 但美國啊 國外還是很嚴重啊 我看新聞 美國可能 今年9月 會救到疫苗出來 如果 疫苗出來 人類才可以 真正這樣說 是說 戰勝了 這個病毒 好 現在買一杯 檸檬茶喝 東莞 很流行檸檬茶 手搖檸檬茶 管式手搖檸檬茶 這個檸檬茶 我也有做的 而且最好賣 就是 你種檸檬茶 所以 所以 我就 被人叫做檸檬哥 就是這樣 這種檸檬茶 是東莞特色 現在已經傳到其他地方了 廣州 譬如真城 都傳到 大街小巷 都是這種檸檬茶 它跟 港式的 茶餐廳的檸檬茶 各種做法是不同的 茶底都不同 是另外一種特色 可以說是管式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它的製造過程 這條 不知道是什麼路 它有一個 奶茶店 叫做 樓上廣茶 對 差不多 先撿個頭 買杯茶喝 這種管式 手藥檸檬茶 簡直是夏天 消暑的神器 不過冬天都很好賣 因為 無論你冬天多冷 都好 你出去喝東西 都會點冷的飲 因為很少點熱飲 什麼熱朱古力 柯華甜 我都是不太喜歡的 大部分客人都不太喜歡的 都是點凍飲 點凍飲 點凍飲 一般都是點檸檬茶 多 當然其他產品都有 債賣一樣 肯定不行 是生存不久的 有個卡丘 有個卡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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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上次的香港小家酒喝酒 有些苦,柠檬中里太可惹了 我一般经过这些饮料店 都会进去买杯饮料 相当于 譬如像香港的黄色经济圈 支持黄店 我就支持同行 因为现在生意非常难做 相当于 相当于跟同行打气 稍微买杯饮料 现在国际形势这么严峻 而且国内完全看不到那些新闻 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有大事发生 见到很多店铺都离开了 年前都要转养费 现在到处都来招租 不需要转养费 饮食店很多都做不下去 我想这种现象一定会持续到明年 都会有很大批 顶不紧的店铺会倒闭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才来装衣服 逆时而上 幸好租金不是太贵了 现在回去吃饭 今晚再去码好 确定快去钻 银子 好